大家收看小李托球 胡人今天输球迎来好消息 今年胡人99%可以进击季球赛 首先今天詹姆斯打的是非常好 威少还是铁 但威少今天进了两个三分 威少的三分如果每场能进两个还真的可以 后面就烂了 罚球不行 铁寒寒 威少就是得练投篮 威少有投篮的话还值了2000万 我觉得随便值 但威少的投篮很吓人 但如果你后卫如果你不投篮 你防守又没有什么天赋 对吧 就靠控球和助攻的话 那你没猫用 那你不是一个垃圾版的哈登了吗 那现在哈登干的就是可以不投篮 可以干别的吗 但人家哈登有一头小突破 对吧 还有一手三分 人家哈登马上就历史三分第二了 威少的三分太吓人了 对吧 那哈登都降薪了 你想想降到3300万了吗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胡人好就好在詹姆斯还可以 农煤呢 有内向的农煤伤病会不会 还是不错的 比较好的那就是这个 我觉得纳恩嘛 纳恩当然也不算年轻人了 纳恩这个休息一年真的是兑现了自己天赋 550万还是值的 另外李福斯也是被高度表扬了 今天说太阳很正常呀 今天太阳爱顿 爱顿 爱顿 保罗尔他们都打了25分钟 老瞻打了 老瞻只打了17分钟 布鲁克斯只打了20分钟 黑狗也才打了19分钟 对吧 咱们现在都觉得球员提高很多了 是吧 这个李福斯呢 防守好 而且意识呢 你能拼 是吧 小小 大个小 年轻版的这个 这个什么嘛 卡鲁索 但我觉得他比卡鲁索比他灵活 他比卡鲁索更大 然后黑家呢 是吧 也挺好 黑家就给打8分钟 太坑了 然后就是布莱恩特 是吧 布莱恩特就打了这么点 布莱恩特这大张之后就要报废了 怪不得只值250万呢 确实不达地啊 琼斯 布莱恩特这么拉胯了嘛 蓝板这么少 布莱恩特 蓝板才三个 这个 德斯威 克尔维斯德 这是哪来的 这这货呀 另外呢 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来呢 后来后边没来的 还有这个 比较不错的就一个施罗德嘛 然后一个布朗 然后是麦克尔 沃克尔 这些人其实都很强 我觉得胡人其实可已经就在了 能慢慢看嘛 未来的话 打这个还得有十多天时间呢 大家 农眉为什么轮休啊 休息啊 农眉常规赛都报废了 那季后赛还能干什么吗 季后赛你还让农眉活不 对不对 季前赛你就这么把农眉都废了 你季后赛还让农眉打不打 对不对 还打不打常规赛了 所以我要我的话 我就一场农眉我都不让你打 你是我们的宝贝 不是 常规赛我也给你限制时间 孩子就打35分钟 咱们输赛不完35分钟 不要多打 我输赛就是他 让年轻人们去战斗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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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